那其實我之前放的問題 我覺得那是比較大分像的 因為我季度化一保護協會之後 就是我是從事氣候變遷部分 我希望季度化一保護協會 對氣候變遷的憂慮我參與台灣保護協會 但季度化一保護協會之後 這幾年我感受到 就是台灣在氣候變遷的問題上 所以你也知道的 最大的挑戰 那我就搞得太大了 那我覺得我看到的是這些問題 那當然就是說在 在華包署 哦 對對對對 華包署 所以當然在看到這些問題的時候 其實對於我們這些在從事所謂的 環境教育的人來說 我覺得還蠻努力的 因為這些東西都不是說 我們去對人家講幾個小時的課 就可以發生了 那我覺得它是一個制度面上要去改變 可是制度面上一改變 就看到總統會提到 制度面上是沒辦法被改變的 至少我們看到這種感覺被改變 所以非常想聽你們的想法 好啊 其實我是覺得 就您剛剛的這個問題分析 我真的是很同意 就是當然行政院有能源檢辦辦公室 當然我們有問題法 這個大家都了解 但是最主要的問題還是說 台灣並沒有這種 政府一個命令人民就一個動作 去改變自己的生活習慣 的這個政治狀態 但是你完全靠人民自發的 當然在個別的路徑上面 法律上說 減低塑料習慣 這個是有一些成效 就是現在大家都直接了 也至少就是 操涼、廢氣壺等等這些角度切入 它多多少少對於簡單都有一些幫助 但是這些畢竟都是單點 它並不是一個很有意思的 大家覺得說 低碳或者是碳中的生活 就是一個非常值得過的生活 這樣子一個感覺 所以我覺得您的分析我完全都很同意 那當然就是說 以淡稅燈交易的概念來看的話 因為我們很難從中央來硬要加什麼稅 所以就是在交易或者市場化的方面 當然是大部分人會覺得說 在政治上比較可惜 對那但是 雖然中央政府一直在做碳水方面的念力 但是我們也知道說 您要等一個就是 政治上面可行的推動路徑 到最後還是要回到立法院 那立法院也有立法院的傷害 對 那所以這些是不想大家和我們 就是不爭執的基本的事項 如果我想講兩件事情 一個是說 我們的環境教育 它並讓資源回收 雖然我們還沒有到 就是所謂的循環設計的那一個影響 但是至少我們的人 或也都回收 那這個在我小時候 並不是這樣子 完全是靠環境教育的成功 然後才讓 我現在還不知道40歲 我覺得40歲以下的幾乎所有人 都有就是要分類回收的 這樣子一個想法 所以這個是一個成功的案例 它沒有說我們做不到 只是說我們花非常久的時間才做到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我覺得氣候變遷 為什麼我剛剛一下子就說 我們的島太大了 就是因為確實大家 不一定感覺不到 如果是我們的太平洋有吧 他們的島很小 他們每年都感覺到 對 對 你剛剛說島大的時候 對 但是我們的島太大了 所以就是說 即使有極端氣候 即使影響濃縮 即使水會開始淹啊等等 但是離大部分人的氣力被破壞 還有很長的時間 這個時間超過一代之走 所以很多人會把它放在 就是比較低的 優先等級 但是如果我們的島小一點的話 這個優先等級就會很大 像土阿魯 那當然最後就是他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過得我這是夢叫阿魯 對 這是最重要的一件 所以可能我覺得 我們因為這樣子要有個策略 這個策略就是第一種是說 我們不是以台灣會受到的影響 這種很自私的 因為畢竟太長期 而是說在這裡面 我們有一個商機 這個商機就是說 我們如果去發展 好比像說農業組織技術 好比像說 智慧物片的技術 好比像說 炭古桌 或者是等等這些技術 或者是一些比較智慧的農業 雄門設計的這種技術的話 那我們可以幫助 那些現在正在很慘的 或者即將要很慘 他們非常在意前 我們以前的 台灣可以提供工具 技術模式 去幫助他們 這個影響 所以他們看 就是軟實力吧 的這樣子一個概念 那這個我覺得也是可行的 所以剛剛講到沒有 一個是說 以分類回收等等這種 比較立即可行的 但是不是結構性的 來教育小孩子 那現在好像因為疫情的關係 大家突然間對於吸收藥模式 忽然間變得非常的擅長 那這個都是 就是隨時隨地都可以 加一些這種環境交易進去的 對 那但是當然結構性的部分 就一定是說 我們是在幫助全世界的朋友 而不是台灣自己有什麼燃眉之急 因為台灣現在好像 沒有那麼燃眉之急 所以這是我目前看起來 可以做的幫助 那請教一下 因為剛剛其實一個是 一個是推力另外一個是拉力 是喔 你再講什麼拉力 推力很大 就是反應教育 對啊 可是現在就是說 因為氣候變成 現在算是蠻 蠻緊急的事情 一圈手來看這個事情 對 所以就是說 這個整個生態影響面 也是蠻大的 但是就是說 我們非常希望說 我覺得 我相信教育部 也有試著 想要再提拔 就是希望有一些 歸納在一些什麼的 體系內的上面 然後 那這邊我們還在做 那個拉力 可是這邊的拉力 看起來 就是如果真的要達到 2025年的 看法 我看起來其實 不能嗎 還是 還是非常非常大 然後在這中間 其實因為我唱很多的課 因為我人家就反過來 就行 我自己比較喜歡 做一些事情 我發現說其實 有很多的圖景 都已經被分化出來 被專家體學者 分化出來 就是因為圖鏡 藍米實現 像大大風的東西 就是這個 比較好 他們就提供很多 我不是 我是共同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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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們就是參考 各種路徑 去做了 就是非常有企圖性的 跟每樣有企圖性的 跟最沒有企圖性的 一些路徑的理隊 所以那一份 我們也會參加 那您覺得說 我們沒有辦法用一個 積極的態度去付出這個事情嗎 就是說 看起來說 比如說沒有錯 就是台灣的人 不敢受到 不是台灣人 事實上 因為這個 這個土地其實是很遠近的土地 有六百萬年的土地 我們事實上 在那些 我們受到 其實那些人影響是滿大的 只是你說沒有錯 像我那些人影響 不會了 可能就是 你不能變得出的一代 對 那這樣子的過程當中 難道政府不能收提前 去做對的事嗎 所以說 在規劃上面 難道不能更 已經 我們都看得到 然後民意激情 其實某些方可以是有的 因為 所以這兩個情況之下 唯一的差別就是 怎麼把民意激情跟政策 連結起來 在民意其實只要有心 是可以看錯的 那 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更積極 當然我可以了解說 需求面 產業面 經濟面 可是並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從那些面裡頭去受毀 所以原來都是 有人在看這個事情的時候 可能還會認為說 這可能會有讚的 比如說 運能 好像 我們一直在學導說 運能可以採取多少回教育 那 對於這些耗能產業 其他耗能產業 最重要的問題是 你不要在我們的臉上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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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應該會有 對於這些 對於 非直接經濟相關 可是 是 全體的 就是所謂的 氣候變遷相關 就是一個人 所以 我們一直在思考 怎樣 用更積極的方式去 活動 去 不能收集 護學政府 可是真的 我覺得 妳可以護學政府 只是說 政府護學人民的能力有限 對 對 對 其實我們只包括說 節能來說 我們節能來說的話 工業節能 明天節能 我們長一大會 所謂的光燈 什麼什麼 光燈 聖業業 其實 新的這邊 之後的面向 真的很太多 就是 MGO 遭遇到太多的主力 因為在這個是一個 它是另一個制度面的語言 我完全同意 我真的完全同意 就是說 第一個就是外部成員 要讓它美股化 我想這個 最外部成的美股化 這個台灣 一般不管是工業界 或是金融界 都是同意的 沒有人會忍受 所謂的黑心 廠商 為了賺錢 然後犧牲下一代的健康 只要有人被這樣發現 會被遺致 被遺致 他就真的做不下去 這個在台灣事實上 是能力很強的 對 這樣只是說 台灣相比率很大 相比率很大 對 所以說當然它可以 導向遺致 就是派一個島上認同購買 認同購買 台灣的力量很深的強 當然 而且我要講的是說 我覺得像零費7 我剛剛講的會收 這種習慣 我覺得在台灣真的比零費7 還要力推 你介紹隨便你可能 都會同意零費7 和零下其實它做得到 對 但是你講零費7 還要說 這個科學啊 對 所以我會覺得真的 零費7 它蘊含著你 如果你真的做到零費7 就是循環設計 那其實它已經幾乎 用它的零販擺 所有的技術都在裡面 而且零費7 是零費7 零費7 就是所謂的成本能力 是 所以成本能力 因為我們在 其實因為我也是在 配平台的NGO 的部分 因為其實 塑膠的使用 事實上也是 配備了 所以事實上 我也是減備品牌的 不是連我們在 零費7 平台上的NGO 我說我們要加工費 好 可以把它加零費系平台嗎 不過NGO的人 都居然都跟我說 這個嘛 在補關聯 會讓我們太不想法 太難意 這有一點 其實我可能 我一直坐在我NGO平台 都這樣子跟我去講 之後 我就覺得還蠻傻眼的 意思是說 我們上面介紹一個觀念 當民眾在講說 靠回收就好 我們上面要講什麼 觀念 就是說沒有困難回收的東西 只有困難回收的價格 沒錯 那怎麼樣把它變成 一個困難回收價格 跟碳碎的一些方面是一樣的 所以你要去做一些永續的事情 它的成本就會變 你要努力他用別人的廢棄物料 那裡原料 應該就是原料 就沒有廢棄物料 就是這樣 對 可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它事實上是會產生 可能會有一些 因為人為 或是因為技術 剛要進去的時候 所以它的成本會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在過程當中 那當然我們原頭檢量 它是一個對我們來說 然後原頭檢量 對於你們的時候 是一個最基本的方式 那可是在原頭檢量的過程 我們可以看到 大部分你們的行為模式 因為吸管是可以被解鎖 可是杯子大家都可以被使用 不會我們可以用這種人 對 可是你只要有這心 你只要看到我們的珍珠人家 對 我知道了 對 我在這邊數 你十個月裡頭 沒有拿到自己的杯子 不是很美 對 那目前為止 幾乎有很多的餐飲 他們其實是願意提供自己 不只要帶自己的東西來 他們是願意一直做 對 還有鐵盒面打 對 對 可是是會不會來說 就體育在同一程度少做 也是一樣 我覺得成美是一個問題 很像我現在在看 我們剛剛說那個問題 我看到你外來也不買 到底品牌怎樣去從 一開始很小想的時候 去規劃一個 就是 它的東西是可以聚合收入 或是它東西是可以再重複清洗的 可是 當要推送這個的時候 你都不知道 我挑這個 怎麼知道 沒有辦法 因為像我現在 我的外賣可能 他就不會附內心下去 然後他基本上都是用 然後他也盡可能的 當然不能做到零廢棄 但至少就是你分類很容易 而且現在還不接觸送餐 因為疫情的關係 他就放你門口 然後他就走了 所以就是說 從各種角度來看 都不會有必要之外的浪費 比起我去餐廳 然後洗碗 我覺得都已經到 很類似的程度了 對 其實某一些 關在裡面 他的參與容器是 像他的揮手運動 他揮手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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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揮手運動 所以 所以 意思是我們揮手品系 跟循環機器 它是一個目標 它是一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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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看得到 可是在這過程當中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 最基本就是 我覺得人家制度裡面 像沒有做 有比較大一度的來源 因為他有做 對 其實你就是要讓 做循環的人 有利可得 其實一句話就是這樣子 對 不管是說 好像現在剛剛講的外送 或者是 像 快地 就是網購 網購的包裝產 現在不是也都開始 他們揮手產了嗎 等等 那他們也開始 可能是洗馬 他們提包那個塔薯 等等 如果機制設計上面 你要先去承擔 那個研發成本的人 知道說 他的風險 是由政府 整個社會 所攜手的 所攜手的 就是說如果他第一個 才是沒選好 發現真的很不好用 那至少他不會 先加當成 我們願意付他學費 讓他再去是第二回賽 和第四個不同的材質 那當然規模化之後 他自然有一個 有一個不所有人都進來了 那個就不需要 政府去操心了 所以我很同意說 就是我們現在為什麼講 循環經濟 看運行零費期 零費期又去運行離開 的原因就是因為 循環經濟停下來 會有利可負 但是比較能夠 調動資本市場的 而講零費期 就像你們說的 有的時候資本市場的 朋友會覺得 目的在比強化這樣 所以你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回過頭 你還是會覺得說 人性的慾望 是無可的 就是沒有辦法 被歸服的事情 就是你要不要調動 你要調動 他覺得說 這個有利可負的這件事情 香港有句話說 這個利品發財 就是說你要先找到 你的社會第一 然後就拿這個來賺錢 那這樣的情況下 你認為說 這樣子會 會感得及 我們2050年 希望能夠跟我們 有些事態不一樣 我們希望能夠成功 做到的大難 或是 沒有 我覺得 不調動資本市場 他可能沒有辦法達到 就是說 你要完全為了他的私利 但是越以後的這種循環經濟 那如果你把這些人排除掉 等於純粹靠社會部門的話 那很多研發的 可能有經費 就比較不容易導入到這裡面去 因為畢竟我們需要很多材料科學 甚至是包含運籌學 等等上面的一些發展 我們才能夠想怎麼樣 就是太陽光電跟持物工程 怎麼樣去動態調整太陽光電 把這個角度 怎麼樣做儲能 這個電動車停在那裡 它是可以讓電池用嗎 等等的這些東西 那如果不調動資本市場 其實很難想像說 會有足夠的聯發人 可以投入這些關鍵技術 可是你剛才說標動資本市場 在中間就會現在看到一個很關鍵的 電池記錄面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的電架 現在的電架 我們這些東西是很不夠的 事實上我上次有聽 就是黃總人 他是有去發展的 所以我跟他小小小 對對對 可是他也知道 像是夜色鏡頭 在上一上那裡的結構不動不了 就是想一上那一隻號能 你也想想K-POP的一些 對外音樂的現象 對 可是現在我們小小的 所以就是說 我們基本的架構 我們沒有改 我們油電 還是就是 油化石材料來說的話 我們油電的水平在這裡 你其他東西是動不了的 所以即便說 像碳水 再談碳水 然後我們就被告知說 碳水這個名詞 可能是不能用 通常看教醫師 你就可以接受吧 雖然都算不是同樣的東西 好 我們再思考一下 我們這一次 我們就把石油 這次不是油壓拉近 我們也跟著 調查油價 那我們為什麼不想說 我們要把 化石材料的一些 刺激把它拿走 然後去做一些 其他弱勢的 勞動重的這些 未來可能的 事業晶片等等 就是說 這中間的情況 在制度面跟人性面 如果我不改變的話 即便我有一個很好的 遠景 一個未來 就是可以驅動這個需求的 可是這個制度面不改變 這個需求 你認為主要一直在動嗎 我覺得有可能 因為大家 要有一個類似 我們叫做存在性證明 就是說 存在性證明 存在性證明 Existential proof 就是說大家本來不相信 說我們可以看台減那麼多 然後還維持良好的生活 但是現在因為疫情的關係 看來真的撿了孩子 真的撿了孩子 空氣都變更近了 對 空氣都變更近了 對 而且是全世界性的 對 所以可見 看來撿了 我還是可以問個字 對 對 那我摸著 對啊 對啊 我們現在就是說 養成後 比如說我們視訓開會 視訓開會 我們不坐飛機 那我們開個機器人什麼的 當然是我的專長 但是慢慢我們就可以普及 普及算就算疫情過去了 大家也會覺得說 對我幹嘛坐著飛機 這個時差很不舒服什麼之類 只要越多人這樣子想 他這些非必要的看看 就可以大幅的建立 那同樣的就是我們現在的工作模式 生活模式也改變了 像我們室外500人以上 室內100人以上會集會 那其實大家湧到一個地方 它也很容易造成 不管是你的交通工具 或者是你的就是你要過分準備 這個飲食啊 過分準備這些東西 它也很容易造成浪費 那但是我們現在就 我們都改成這種五六個 在各種不同的微信辦公室 然後透過視訊 大家還是吃一樣的食物 喝一樣的咖啡 然後培養這種社交的典型 那疫情就算過去了 我們可能也會覺得 像我不用出門 或我只需要走兩步 附近的工作空間很方便 那這樣子的話 同樣的間的看法 也不會再加回來 所以我要說的就是說 因為疫情造成的這樣感覺 有沒有 有一些它是就算疫情結束之後 也不會加回去的 你認爲嗎 我很認爲現在結束了 有點很難 還可以到處去玩 到處去 你說到處去可以嗎 因為我很多去組織 因為我講啊 我的工作不行啊 我們說 真的真的 所以大家就覺得 一起結束之後 大家想說 可是當然有時候 我覺得看時間 如果久的話 有可能這個禮略人 大家發現的時候 有慢慢的行使 因為人習慣養成要三個月 就是我們在腦裡面 形成新的回路 到三個月 那從年底開始 其實那時候大家還沒有覺得 我們行為要轉變 我們大概是到一月 大家才對的時候 行為要開始轉變了 所以到現在也才兩個多月 所以我覺得 當這個情況再失去 一兩個月 我覺得人就會開始習慣 就會開始覺得 你知道你好像也還不錯 也還不錯 對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一個 我覺得我們這個Behager Change 就是去大規模的改變 讓它在習以為上 做事的方法 而且這只是群球性的 現後面對它 雖然是群球性的 但是畢竟還是有 輕重環境之分 有些地方急 有些地方急 有些地方無急 但是疫情所有人都一樣急 所以等於是 大家同時習慣改變 所以我覺得這個 即使台灣之後 我們疫情搶先恢復 我們很多有外國朋友的人 以臺社會覺得說 其實這樣就可憐 對 不要太司機搶了 對 那我覺得這個是 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應該要把握這個疫情 然後去告訴大家說 你現在已經在過地攤生活 你可以繼續過這種地攤生活 對 那麼 但如果你這樣的話 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 那這樣我可能會去book你7月的Schedule 沒有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看 因為從那時候來看的話 7月到7月已經沒有問題 對啊 我們可以過頭來看 有哪些習慣其實是比較好的 我們就可以持續下去 哪一些事到現在已經過了 你們現在還可以做得更好 那這部分 針對就是經濟上的損失 其實我有時候在看這個 類似上也在講 經濟上的損失 然後整個損失 譬如說有空間 或是一些餐飲宴 或是一些餐飲宴 這方面當然一定是有 低程度的一個所謂的權衡 我也希望說 在這個時候可以有一個 比較 比較緊急的做法 然後推動制度裡面 來 趁著一個機會來改變一支行為 所以我看所以在部分 你的special的時候 是還沒有疫情 所以也是 也沒有什麼數分 正心表力什麼都還沒有 沒有沒有 沒有這些 所以就是說 是因為我這次很早的一路 所以 所以我碰到這件事情的時候 就是說 我還是希望說 如果有機會 一起協助我去思考 就是 除了就是 讓它 這樣看起來是有點讓它自然的 pattern 然後同時在 在揮力跟 跟拉力上面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對 然後同時 因為在拉力的部分 就不止了 拉力的部分 牽涉到流行經濟裡面 是真的 好 很多的人 願意去 發生了這些事情 那當然在中間 又像你說的 需要有經濟流行 經濟流行又有個制度點完 所以就是說 我們在看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們會滿希望說 這個制度面跟這個所謂的經濟流行 是可以有大福利的改善 這個拉力才會強 那當然 我們一定會繼續努力去做所謂的 詳移的部分 可是 這個部分真的是 分成這樣比較久 而且這個部分 我覺得現在在大家的認識裡頭 我覺得最困難的就是 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因為他們覺得只是有點遙遠 所以當我們在做倡移的時候 我們覺得 大家其實覺得很勾違 那所以我剛才說 你對於 尤其是說 40歲以上 說真的 其實我跟他已經 他自己已經沒有關係 的這些朋友來講 你不如就是說 你真的就是循環經濟 一個新的商機 你去做 你去轉型 跟循環經濟 才能夠掌握到全世界 因為是一個疫情 所以大家要重新思考 我們跟自己的關係 我們跟社會的關係 等等 所以你當疫情結束的時候 誰能夠掌握到這個Eto Design 就是永續設計的關鍵技術 那誰就會被全世界所欺愛 因為沒有人知道 SARS CoV3 什麼時候都會來 對不對 我們現在是第二版 對 那所以 大家現在都會有一個 未成功的感覺 台灣之所以做得還不錯 就是我們SARS CoV1 的時候建立了 很好的一個制度 那現在我們就可以說 全世界的朋友們 他們那些沒有經過 SARS CoV1的 這等於是他們的CV1 對 等於是CV2 是他們第一次收看 這個情況 所以所有人都會為你沉默 那大家能夠設計出一個 盡可能不要像以前那種 線性經濟 只是大家行而不常 因為習慣 就造成那麼多的肥脂跟蛋白的做法 那這樣子的話 我們在全世界都會有市場 因為全世界都會希望說 他們的產業鏈 可以在SARS CoV3 來的時候 還是resolent 就是它還是能夠 有就是 永續性 還是會彈得回來 有有韌性 那所以我覺得這種 韌性的經濟 或者是我們現在在幫 一個過程裡面 輸出我們幫一個方式 我們也是說 但我們整個社會 調整的還不錯 那這個調整的過程裡面 產生出來新的模式 包含商業模式跟貿易技術 我覺得接下來就是 對 那就真的比較厲害了 那這個時候 這些4歲以上朋友 那如果他有投資 或者有這個 跟資本市場討論的努力的話 等於台灣多了很多 未來可以在資本市場裡面 去盟取各國的資本的籌碼 那你覺得台灣在這個部分來說 會不會很康徨嗎 對 我覺得非常的康徨 因為你看我們的獨角社 也知道 其實在台灣 你要變成非常成功的新創企業 而破壞環境 這是不可能的 就是被大家平時 就已經廣告中字了 可是你要這樣不講 好嗎 我要再深掃討論一下 對 因為本來已經是我們 只對一個電車油輪數 然後結果那個油車的 一出來炒一炒之後 這也不錯 但是這個油車必須要是 它的排放量 低於一個很低的標準 是 對 它是在 就是說 所以說我們是可以 這個其實是外物成的內化 這其實不是補助 它名字叫做補助 但是事實上它是 墊高那些有 無染的油車的成本 所以它是外物成的內化 直接用補助的形式來做 對 可是某一些方面 就是因為我在最保階的那個時候 我也會面對到一個很大的問題 比如說 一直叫我們去淘汰 所謂的老舊家庭 老舊家庭 就是能源效率 對 可是我們整天在思考 就是說 當你淘汰老舊家庭 沒有什麼東西的家庭 它確實是 每一上面是非常好的 可是你會發現說 它事實上 它在神秘產出的看法 也是非常的好 我同意啊 所以在這段時間上 那時候我們每一個人 就是面臨到一個所謂的天人交戰 到底是 它這整個cycle 你的使用的比例 有跟它整個cycle 到底是哪一個是可以到 所以 所以共產機車 我覺得 就算是你是一個 比較困難的機車 可是你如何可以做一個 所謂的共產 因為共產機車 並沒有老舊的問題 然後它電池技術變好的話 那只要抽換那個電池槽 那也不需要去改人輛車 就是太有蒙福化的這個問題 對 那那樣不會就不需要電池交戰 因為我們只是改善裡面 讀的小型件而已 如果是可以這樣 所以就是說 我在看的這一句 就是說 我們真的要經燈的時候 事實上 那也要考慮它經濟 可是某些方面 因為看起來好像帳面的數字變低了 比如說 我們因為開關掉這家電 看起來變好像這個家庫裡面是很低的 可是事實上它的碳還是存在 可能是收穫大陸 或是產生在台灣的工廠 我覺得這個部分 事實上也是對於我們來說的話 也是很值得誠辭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評估拖鴉解決的話 就是你要完全不是擁有全模型 就會完全不用使用全模型 就是說你不是買一台冷氣 而是你去買讓房間變冷的服務 或你不是買一盞燈 而是買讓房間變亮的這個服務 等於是說 對賣產品的人來講 它就不再有產品 等於是說 所有的這些燈也好 冷氣也好 都還是它的 擁有權還是那家生產者 它只是不斷地維護 不斷地平行 來確保它可以更有效的成本更低的 但是還是能夠達到照明的 或者冷卻的這些目的 但是只有這樣子 它才不會覺得說 我把成本看來看來或其他 外部化到最後的回收 或其他產業 因為它自己就是自己的維護 自己就是自己的回收 那我覺得這個在上面 剛剛講的機車 就是所謂的或者U-Bike上面 其實已經做到了 大家並不是買兩條車 或是大家是去租一個 從黑店到黑店的一個工具的服務而已 我覺得越多的東西 可以這樣做它變成租用紙 而不是擁有紙 那我們就越不會有天然交戰的情況 不然它經濟模型上面 本來它就是有這個 又一舉牌撫取到後面的分子手 那所以這樣子看起來的話 這也是另外一種經濟模式的道理 就是從線性變成巨幻 這個就是所謂的服務取代商品 對 服務取代商品 對 那不好意思 還有另外一個小小的運動 那另外我們在一起 希望能夠在一起之後 再重新再次問你 可是聽一下我們的議員 剛好四個也是 完全跟原先就是在 在約您一個議員的時候 沒有完全是比較好的 因為這個是我們剛好 然後希望能夠讓大家去慶免參與 這是青年書的高教師 應該是這個師 這個 OK OK 然後我們是希望說有一個別處先採 我們是希望說有一個機會讓這些青年的人 然後就是再 再 narrow到一個程度 然後有一個 與你供參 這樣子 不用講關聯 可以嗎 真的嗎 但是就是說 對我來講 就是你這邊什麼講師費什麼 其實都不用了 因為青年參與是我的業務 所以只要是學生要做任何事情 特別是學生會 那這樣子我是絕對不會收集 因為這是我的工作 我是一定會去 會算開心 對 所以教育不管哪個次 就是可以這樣子運用 這是沒有問題的 那現在只是說我的時程 是 對 那你們現在是有確定要八九或十月嗎 因為越後面會越容易 是 不管是以前或三個月 是 是 因為現在是教育部 但不許我們希望能夠 就是早點起床 可是這個Stage 完全是Time International Schedule 因為 一定要確定一起結束 這個是非常努力 不然我們怎麼一起去 對 對 所以最多可能的話 其實90 也許 緊張在90 也是 完全是可以考慮 好啊 那我想我們就先 考慮到十月初 好不好 十月初 因為我們會有三個地方 一個是在 他是希望去我們這三個地方 我們也是希望就不要什麼 你們都要考費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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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會造成你們的花費 就是可能 中午五座 南部五座 對 我們總共有三座 所以是五座 對 它是一個五座 五座 我這些願意來聽講座的新民共產 當中他們的很大的機率下來提到 所以就是說 這三個都是在十月 還是說 你的二階段是九月 所以其實你希望在九月底就把它辦完 因為我們是分縣市 所以我們是希望九月十月之中間 可以把這三座參與 四座去 OK 好 那 我想 我們 就是有一個比較大的活動 就是 原路部大會 聯大 是開到 三十 九月三十 九月三十號 對 那所以其實十月 煙爆 假設 我就跑去聯大 這個還不確定 是 那 我回來第一個可以用的 周間的時間 還是你們會要在周末 你們會希望周末 因為是年輕人的話 因為是大門生 所以你們會周末 如果寒假是放到什麼時候 寒假應該是七月到九月 對啊 所以如果在寒假裡的話 周間就會有點可憐 對 可是在寒假裡的話 你可能就以為我們不贏 但我們現在這個看一下 是 攀假它是開到 九月 九 九月八 九月初太遠了 對 一般都是七月到九月 對 所以我們也可以才到前面 就變成是九月初 太好了 然後比較說 周期會比較方便 對 對 你們最早可以進行八月 我猜我們應該是會從八月開始進行 就是因為我們第二階段叫做開放式講座 我們應該是最快七月就要開始 台北就要開始進行 但是當然因為往前進行就越無可測 對 好 所以這樣子我們約週間 然後從八月十七到九月四號 太好了 這個區間 太好了 然後這樣子的話 兩假還在人家裡 所以所有週間都無所謂 對 那至於就是 是拿三個零餐時間 那他們再跟我們 我們繼續再跟我們小明星 對 對 那不需要什麼程碼 對 因為是就自隔私的活動 我們 反正沒有收錢到 謝謝 如果這樣的話 應該是把這句話給我幫忙 對啊 你自己決定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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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 我知道我們的實驗也差不多結束了 那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我就分享很多這些事情 對 然後地點呢 地點有什麼 你覺得有什麼 preference嗎 我們表現兩話 哈哈哈哈 OK 我剛剛還在樓下看 有在樓下看 我們可以搬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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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室外還可以搬到 這個 四百人 哈哈 對 那我是覺得說 如果 我三個地方都可以的話 我會在場都去 但是如果 就是最後時間不允許 我會盡可能就是 南部有限 然後終於不讓我回顧 因為我想北部的青年 有蠻多的見到我的機會 像禮拜三那幾天 不是通道的 其實也沒有那麼稀罕 他們可能不敢 他們可能不敢 自己也要遭遇 沒有 那我自己也要遭遇 就跟你一樣 直接約時間來 因為我們是親密啊 對 但是 當然時間如果能配合的話 對 就是非洲來都參加 好 這是五南部有限可勝 對 因為我們本來 我們本來前面 我們想先從北部開始 在大陣部 我們想故意選擇 好 那孟靜靜靜如果這樣子想的話 我們會再去思考 就是五南部有限可勝 對 謝謝 好 大陣的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 拜拜